哈囉大家好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這一瓶 7-11現在有在賣的Coldbrew冷脆咖啡 然後他是跟韓國的防彈少年團 就是BTS這個團體聯名 他其實並不是一個很新的產品 他本來是在韓國很有名嘛 那最近7-11有上架 那我去看了一下他的標示 他後面的原產地是寫韓國 進口商是聯華食品工業有限公司 但是他這個的成分有寫到 他是用水冷脆咖啡濃縮液 再加上磷酸氰二甲跟香料 就是如果你很在意這個磷酸氰二甲 你就是然後你可能也不是他們的粉絲嘛 你就可以不用買這個產品 我來幫大家喝看看就好了 那 老實說啦 我跟我對韓國的團體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關注 我也不會特別喜歡 不會特別討厭 但是呢 其實這個風格並不是我很喜歡的風格 我不會討厭他 但是我覺得如果 如果你聯名的話呢 直接用本人的照片 我覺得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那我希望他為了聯名 他沒有再去更改他的口味 這樣就可以直接來判斷說 他們這個品牌所出的咖啡到底好不好喝 應該有一些人知道 我前幾次開箱韓國的咖啡相關產品的經驗都不是很好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來打開他 打開他之前我來做一件事好了 很多人以為這個瓶子就這樣漂漂亮亮的嘛 我們先不管個人喜好 但是其實我後來發現它是一個塑膠軟罐 就像這樣透明的 這個是用一個塑膠磨封上去而已 所以我現在呢 就要來做一件可能粉絲們不是太想看到的事 我想要把它撕開 撕開齁 這個都有做這種好撕的 其實很多人以為說是為了要方便 我們把那個塑膠膜丟掉 如果我們不喜歡外包裝 但其實這個是在支援回收裡面 非常方便的一件事 因為回收的時候 我們要如果要回收這個罐子 這個塑膠膜是要拿掉的 所以如果你把它撕開 其實更有利於你放到支援回收裡面 然後降低分類人員的負擔喔 好 然後可能要把蓋子打開才能撕啦 好 我先來打開看看 打開呢 它裡面就是這樣 它沒有再封一層膜 但是 我覺得它的這個罐子的 密封性還不錯啦 因為我剛剛其實有試著去壓它嘛 剛剛要撕這個的時候 它沒有流出來的跡象 好 那我現在就先把它撕開 他們的粉絲齁 你們不要討厭我 我只是想要知道裡面的顏色 如果你喜歡的話 我這一張可以寄給你 你留地址給我 我可以寄給你 好 那 打開之後就是一個塑膠罐 最近的咖啡的產品 都還蠻喜歡用這種罐子的 那為了 讓大家看得清楚一點喔 它的清澈度 我用手機在下面打燈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 還 還算蠻濃的啦 不知道看得清楚 那它底部呢 我在這邊看是沒有什麼沉澱 就是沒有什麼濁濁的口感的感覺啦 我現在就直接來試喝 就是一個很普通的咖啡 它不好也不壞 但是 我覺得 如果 是這樣子的包裝 它不會讓我留下太多的印象 就是很普通 然後它不會特別好 也不會特別壞 中規中矩啦 我覺得有點類似 那個 前一陣子 柏朗 有出了一個小小的鐵罐的那個冷脆的味道 有一點類似 然後它的 冷脆 獨有的那個發酵味也是有 不會苦也不會酸 就是咖啡的感覺 那 甜度有 就是沒有 沒有太多的 其他的味道啦 那 這一瓶呢 可能是因為它剛剛有加了一個 我有提到的 磷酸氫二甲 這個 食品添加物 磷酸氫二甲這個東西 其實在食品添加物裡面 算蠻常見的 它是為了要 我猜啦 在這一瓶裡面的用途 是因為磷酸氫二甲 溶於水 是鹼性 那它可能是要來調整它的酸度 讓它不要那麼酸 那這個磷酸氫二甲 在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裡面 是被 分類在 公認安全的範圍裡面 所以它是一個 合法的食品添加物 好 那有可能是因為加了這個磷酸氫二甲 之後去抑制了它的酸味 所以你喝起來 其實它就是不酸不苦 因為一般 如果出現苦了 我們比較難去抑制它 那不如就讓它不要那麼苦 那有一點點酸之後 我們加一點鹼性的東西下去 可以稍微改變一下它酸味的口感這樣子 那總結來說呢 我覺得這一瓶是一個 還算中規中矩的咖啡 可是因為它的售價 其實有一點高 就這一瓶的 因為它是跟BTS它去聯名的嘛 所以它的售價現在是 109塊 然後台灣限量好像是15萬瓶 那好像 6月幾號之前買都是99塊 我不太確定 如果有興趣的人 就是比如說你是他們BTS的粉絲 我覺得你可能會願意花這個價錢去買 但是你要考量到這一個 這並不是整個瓶子去塗裝的 它是放一個收縮膜 這邊要稍微考慮一下 那一般來說我會建議 相同的價位 對 我相信可以買到很多很不錯的 罐裝咖啡 例如我們上一次有開箱過的 全家的冷脆咖啡 一樣是Cold Brew的咖啡 我覺得它的整體的表現 就比這個好上非常多 其實我們台灣 台灣的咖啡的技術 真的是領先非常多國家 在世界上排名 我說是前三名都不過分 所以其實在咖啡的 罐裝咖啡的產品裡面 就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我們台灣自己的品牌 就不要一直去追求說 一定要進口的還是怎麼樣的 比如說我們之前也有講過 那個Blue Bottle的咖啡豆 它不算難喝 但是在台灣 你可以用相對比較低的價錢 去買到比它好喝很多的咖啡豆 這是喜歡喝咖啡的人 住在台灣的一個非常大的優勢 那我們今天的開箱就是大概到這邊 然後它 如果你是習慣喝黑咖啡的人 它不難喝 可是不會給你留下什麼太大的印象 那如果再對比到你花了99塊去買到了這一罐 我相信 大部分的人會給一個不太好的評價 那我們今天就開箱就到這邊 然後這邊我要帶回去跟老闆娘一起喝 因為我買不起第二瓶了 這個真的太貴了 好 那今天影片到這裡囉 掰掰